中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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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实上坦率地讲 我一直不太喜欢文化输出这个概念 因为我认为任何以输出为目的的文化 都不是纯粹的文化本身的影响力 虽然说世界的文明在今天有很多的冲突 但从整体趋势上来讲 地球这个村落正在因为融合 因为交流而形成一种文明的新生态 那么中国在最近的这两三年 大家看到了它的经济影响力在上升着 它的军事和外交的话语权也在逐步上升 但是文化呢 坦率地说我们现在是一个文化的大国 但并不是文化的强国 比如说一部剧在这里连续演出三十年 每一篇爆棚 那其实想想伦敦多少人 欧洲多少人 我们中国又是多少人 我们无论北京上海深圳 我们可以找到这样一个剧院吗 所以其实从这个意义上来想 我们先不用想文化输出 我怎么样去影响世界 先来考虑心平气和的考虑 自己文明的建设 如何完成文化凝聚来跟世界接轨 那么中国文化 现在到底确是什么呢 首先我们的文明有古老悠久的历史 但是在今天我们并没有完成非常好的接续 其实从先秦时候开始 礼 乐 书 书 摄 玉 这个六意就是君子要去学的基本修养 无论是礼仪社会的这种仪轨 一个公民基本的对于自身的这种身份的确认 还是音乐这种美誉 或者就是书画 还有就是想学数学要有科学的意识 再有就是想射箭武艺 再有就是驾车的技术 这六种六意 其实是一个君子入门要学习的东西 应该说我们的这种人综合发展 全面发展 人的艺术能力的启迪和一个公民态度的确立 这些东西都起源是非常早的 大学之道在明明德 在亲民在止于至善 人读书其实是为了完成一个人光明美好道德的唤醒 为了完成全社会价值共识止于至善的凝聚 这些理念放到今天也不过时 但是我们接续了 我们两千多年前 这些美好的传统 到了二十世纪的时候 因为我们有过抗人战争 这种险些沦为王国奴的经历 然后我们新中国建立以后 马上又是反右 反右之后是文革 文革之后是批林批孔 价值观打碎到一地的时候 我们什么新价值系统都没有建立 突如其来的就是拜金大潮 所以钱就左右了一切价值 我们中国人原来活在文化之中 气度从容那样的一种文明 其实被颠覆的几乎荡然无存 所以我们今天说中国的文化如何去影响世界 我想一个大前提是中国人活在自己的本土 如何接续自己的文明 中国的孩子 现在真的为自己的文明 骄傲和自豪吗 爱国主义这件事情 不是说国家有危难的时候 大家保家为国 这才叫爱国 在和平时期 为你这个民族的文明 为你的祖先 感到有一种深深的骄傲自豪 对自己的历史充满了敬意 愿意用自己的血脉去传承 这是和平时代的爱国主义 中国人原来他的那种 无论是在艺术上美学上 君子的雍容气度上 原来的这种基本教化还有吗 所以我一直在想 不是说穿汉服磕头拜孔子 这就叫回到中国的文化吗 破掉所有外在的这一切 让我们从内心去激活血液中的文化基因 真正重要的是 觉得自己的文明有活在当代的东西 活下来的东西 会是一些人类文明的价值共识 中国人的儒道士这三家是我们哲学最早的源头 这三个源头里面儒家是管社会与人生关系的 道家是管自然宇宙与人生关系的 佛家是人的心灵自我确认的 其实这三家学问综合起来养育了中国人的人格 他们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是与自然合流的 他们在社会中以仁义理智信完成君子之间的价值共识 他们建立内心的觉悟一面于心就是成佛 而不是外在的膜拜 所有这些在中国是几千年稳定传承的 今天我们谈在世界上文明的交流 要先回到一个命题 就是中国人怎么样对自己的文明有一种理性的传承和临选 怎么样让一些价值活在当下 而且还能够认同自己的文明 跟今天的生活之间的关联 只有把这一切做好 我们才能够心平气和的出来交流 因为中国的文化面对世界的时候 既不应该妄自菲薄 也不应该妄自尊大 真正中国的文明博大精深 什么文明进到我们这 从赵武林王的胡福奇社我们就开始融合了 那么强大的印度佛教过来以后变成中国禅宗了 中国文明融合的能力是很强的 今天他需要从容的理性的健康的宽容的带着自己文明的基因融入世界 去完成一个文化大国对于人类的一个使命承担 既不是一种文化对于其他的说服 也不是文化之间的这种冲突 而是融合成新生态 所以我很喜欢周易上对于文化最早的界定 叫做观乎天文以查实变 就是要观察天文了解四十的变化 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 这是文化第一次出现 观乎人文就是观察人文百态 以化成天下 凝聚起来一个新生态一个价值观 用来流化人心 化育社会 化成天下 所以文化文化 是文而化之 其实中国文化要想活着 就是在世界语境中 以自己这样一种蓬勃的持续的生命力去化生 既不妄自菲薄也不妄自尊大 保持沟通的能力和成长的能力 这才是我们真正期待的中国文化